感谢观看,愿观看此士兵的您,永远健康,幸福,快乐。 1937年4月底,日本皇室慰问清华日寇商兵的一组照片,而且几乎是把所有皇族的妃子都派上料,老兵从日寇当局安排的一日程上看,至少有以下妃子被派出, 记载,北海道方面,柯阳公飞,严首,清林,秋田等方面,李王飞工程,福岛方面,北白川公大飞骑马,辞城方面,东九尔公飞建高,爱之,岐富方面,福建若公飞北路,长野方面,竹田公飞三重,麦良,京都,大阪方面,东福建公飞兵库,苗曲,导弹方面,东九尔公飞山口,广岛广告,竹田大飞四国方面,咸院若公飞福高, 左鹤方面,李本公飞长旗,雄本,公旗,九尔公大飞不过外出慰问的妃子虽然很多,但是现场照片,或留下东九尔公飞的两张,到1938年4月12日,东福建公飞到大阪陆军医院慰问日寇商员,1938年4月12日,东福建公飞,到大阪陆军医院,慰问日寇商员朝乡宫,在宁古屋陆军医院,慰问,商员皇室给部,对送邦带上海深谷部队也在医院商员用上料, 日寇皇室所赐的御风带东福宫的山街公,九子,悲疯狂的日本人为了,古武士气竟然喊出12名皇妃到部队去慰问,所以,说对于抗日这段历史,最终日本皇族竟然没有责任,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,再次感谢,喜欢的可以订阅哦,感激。